汉老师向您请教一下 经典中医的发展前景是如何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 中医的百年走向问题 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于 体制内官方比较鼓励中医的科学化 而且中医的科学化 说简单的其实就是中医的西医化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把中医改成西医的话 那还要中医干啥的 那还有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怎么结合 一个中医去讲究中西医结合 其实潜台词就是说 西药我也得用 中药我也治不好病 是不是这意思 你要是中药 一医药就把病治好了 我一科针就把人病治好了 我和你学和啥呀 说穿了就是不自信 这个不自信 不单单是疗效的不自信 也是文化的不自信 我们以前提到 中医是由道而树的医学 啥叫由道而树呢 就是先有理论的 后有实践的医学 古人的特点是先知后行 他不会像现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 如果先知后行的话 就必须先把理论体系建立起来 然后在这种理论体系之下 直到临床 其实就是秉承设计的医学 我们如果明确了这个中医的学科定位以后呢 你说中医还能发展吗 就说一个顶层设计的医学 你怎么发展呢 在理论上 古人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发展的空间 到今天为止 我们摸脉也好 我们扎针也好 我们用药也好 我们恪守的 存中医的思维 实际上 就是正确的思想 这个理论上突破不了 后来有很多人说 我们可以突破呀 不要阴阳的 也可以不要五行的 不要阴阳了 不要五行要什么 要解剖 好 那你说一个针灸 也不要阴阳了 也不要五行的 现在只想解剖了 它还是中医的针灸吗 国外的干针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什么叫干针 也用针就针 但是不讲什么学位 他就有一组学位 他就拿着针去找 后来 中医界和这个干针 打了一场官司 美国法庭判定 干针 属于 西医的 微创手术 我认为这个定位非常准确 你没有阴阳五行 你就拿着针去扎解剖 你可不就是微创手术吗 那根本就和中医不搭边 难道我们中医要抛弃自己身后的传统文化 去搞这个东西吗 我认为这个不是方向 我还发现有一些论文 说是我针灸学位扎上哪一针 体内的什么因子就发生变化 有一次我和这个研究者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扎个针 它因子变了 我说我踹它一脚 它因子一样变你心 关键的不在于这个因子变不变 关键在于你这个因子变了 或者不变了 你对中医的理论有什么启发 你对疗效能不能提高 得出结论因子变了就有疗效 那是不是直接改变因子就能够代替针灸呢 这个结论绝对不是正确的结论 这完全是用形的思维去解释气的思维 把中医呢拉到第一个层次 降低了中医的层次 所以呢我认为 中医就应该回归经典 所谓经典就是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设计那个中医 不能改的中医叫做经典中医 因为经典就意味着不变 现代中医就意味着不断改变的中医 因为没有一个事情永远现代对吧 你要想现代就得不断的变化 在理论上中医不会再发展 到哪一年也是阴阳五行 没有阴阳五行的中医他就不叫中医 但是技术上可以发展 比如说我们古人的时候扎针用古针 现在用钢针 这不就是发展了 我们原来用的药都是中程药 饮片 现在做成颗粒 这不也是发展了 所以呢技术上有空间 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的设备科技 但是理论上没有任何不变 这就是将来中医发展最正确的道路 就是坚守存中医思维 然后在技术上加以变通 这就是我的想法